各位早 今天是2024年9月26号 欢迎大家在早晨7点锁定东方卫视 收看正在直播的晨天新闻节目《看东方》 我是子龙 各位早上好 我是王盛兰 今天的节目我们将为您重点关注 上海各界人士庆祝人民政协成立75周年大会举行 陈基宁强调 要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 把人民政协制度坚持好 事业发展好 优势发挥好 陈基宁会见柬埔寨国会主席坤索达地 愿进一步发挥城市功能和优势 拉紧经贸合作纽带 深化人文交流交往 乐上海服务消费券本周六起分两阶段发放 无议员分别投向 餐饮 住宿 电影 体育 新闻立台 文化兴台 融合强台 上海广播电视台吹响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冲锋号 全力打造新型主流全媒体集团 香港旅监局预计国庆黄金周有超过900个内地团防港 高铁约三分之一班次客票寿庆 后续将加开长途动卧 离以冲突加剧 以军打死离真主党高级指挥官 第八嫩向以色列摩萨德总部发射导弹 好 我们来看新闻 上海各界人士庆祝人民政协成立75周年大会 即市委政协工作会议昨天举行 市委书记陈静宁在会上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 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成立7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坚定四个自信 坚持四个放赛 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 把人民政协制度坚持好 事业发展好 优势发挥好 谱写上海政协事业发展新篇章 陈其林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成立7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为新时代新征程人民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 指明了前进方向 提供了根本遵循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 统一战线政策的发源地 也是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实践地 进入新时代 上海政协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 和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作为履职主线 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 深化协商民主创新实践 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上展现新作为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要把习近平总书记为上海发展 剥划的宏伟蓝图 高质量转化为施工图实景化 尤其需要把各方面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 形成团结以兴攻坚克难 开拓奋进的强大合力 发挥协商式监督的特色优势 助推中共中央重大决策 和中共上海世卫部署要求落到实处 希望上海各级政协牢记政治责任 聚焦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 不断提高政治协商 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水平 陈其宁指出 要毫不动摇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作为同览政协工作的总纲 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更好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高度共识 各级政协党组 要肩负起实现党对人民政协领导的政治责任 更好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 陈其宁指出 要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 更好发挥专门协商机构的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 在拓展平台载体上下功夫 深化政协 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涵建设 依托委员 战事典等平台 协商于民 协商为民 聚焦改革发展和民生领域的难点 痛点 读点问题 充分吸纳社情民意 深入开展议政建言 陈其宁指出 要始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积极为上海现代化建设屡职建言 加强反映社情民意的机制建设 更好围绕服务五个中心建设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国家战略建真言 更好围绕转型发展谋良策 更好围绕提升文化软实力出十招 陈其宁指出 要坚持大团结大联合 坚持求同存益 聚同化益 健全深度协商互动 意见充分表达 广泛凝聚共识的机制 更好事宜解惑 引导预期 为实现改革发展任务 添助力聚合力 加强对外联谊联情 生动讲好中国故事 上海故事 不断拓展团结面 扩大朋友圈 陈其宁强调 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上的政协工作 政协界别要提高协商建言质量 更好架起与界别群众沟通联系的桥梁 政协委员要更加懂政协 会协商 善意证 守纪律 讲规矩 重品型 政协机关干部 要以过硬专业素质 做好服务 干好事业 各级党委政府 要重视和支持政协事业发展 要完善知情民政机制 高质量办好政协提案 提升民主监督时效 为政协委员履职 创造良好条件 市委副书记 市长龚正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黄立新出席会议 市政协主席胡文荣致辞 胡文荣指出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全面落实市委部署要求 坚持党的领导 统一战线 协商民主有机结合 更续优良传统继续走在前列 深入推进履职能力建设 更好发挥人民政协的显著政治优势 奋力书写新时代上海政协事业发展新篇章 市委副书记朱忠明主持会议 会前 陈吉宁实地调研了长宁区洪桥街道上海政协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点 陈吉宁指出 要建设好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点 更好打造成为开展协商民主的重要平台 展示全过程人民民主气象的重要窗口 要加强对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的研究阐释 提升司政课程的针对性、有效性和亲和力 让青少年更好加深了解、后职认同 市委常委李仰哲、赵家明、陈通、张伟、陈金山、李正 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负责同志 市政协历届负责同志和老同志代表 各区区委书记、区政协主席 有关部委办局负责同志 各民主党派市委、市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 市工卿副等人民团体、统战系统各单位负责同志 部分在户全国政协委员和市政协委员等出席会议 记者施政报道 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 昨天下午会见了柬埔寨国会主席坤索达立 陈吉宁说 习近平主席同贵国领导人 共同开启建设高质量、高水平、高标准 中简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 为两国关系发展致命了新方向 上海院同检方一道 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 进一步发挥城市功能和优势 拉紧经贸合作纽带 深化人文交流交往 为维护好、发展好、中简、铁杆、友谊 做出地方的更大贡献 坤索达立表示 简中有意远远流长、牢不可破 愿以简中人文交流年为契机 进一步深化经贸人文 以及地方间的务实合作 加强发展治理、科技创新等领域 经验学习借鉴 更好打造和巩固友好合作的典范 全国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委员布小林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立新 上海市领导李正参加会见 记者施政报道 国庆消费旺季将至 上海将发放五亿元 乐上海服务消费券 涉及餐饮、住宿、电影体育等等 四个领域 巨人气促消费 助力消费市场回声向好 按照各领域消费占比和市场需求情况 上海将分别发放 3.6亿元乐品上海餐饮消费券 9千万元乐游上海住宿消费券 3千万元乐影上海电影消费券 和2千万元乐动上海体育消费券 首批将从9月28日起开始申领 4例消费券均采用先到先得方式领取 餐饮、住宿消费券每周发放 电影、体育消费券每天发放 餐饮、住宿、体育消费券 自发放之日起7天内有效 电影消费券自领用之时起24小时有效 餐饮、住宿消费券按照消费金额从低到高分为4档 电影消费券最高可享单张30元优惠 体育消费券通用券从满10-5到200-80分6档 另外还有游泳、羽毛球、冰雪运动等专项券 每类消费券都有各自的发放平台和领取使用规则 消费者可在参与活动的商户消费时 凭消费券享受满减抵扣的优惠 出示第三方支付APP或小程序生成的付款码 自动享受满减抵扣优惠 消费券也可参与商家活动的优惠叠加使用 严禁消费券用于购买、团购券、预付卡等 发放对象方面 位置信息定位在上海的用户都可以领取餐饮、电影、体育消费券 领取住宿消费券的用户则无需通过位置信息叫和 也就是说外地朋友也可以领取 我希望到上海来的游客他的住宿能够用住宿消费券 餐饮能够用餐饮消费券 但是不同的是餐饮消费券是他到了上海以后才能申领 参与商户方面 主管部门鼓励各类商家报名参与 经审核通过后及时纳入商家名单 东方卫视记者何晓上海报道 上海广播电视台昨天发布了改革行动方案 吹响了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冲锋号 方案明确 未来五年将全面实施新闻立台 文化星台融合强台的核心战略 积极布局SMG因AI的主攻方向 加快推进智能化、超清化和移动化 全力打造更具国际影响力、技术创新力和产业竞争力的 新型主流全媒体集团 上海广播电视台与新中国同龄 1949年5月27日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次播音 1958年10月1日 上海电视台正式释播 此后历经多次改革 东方电台、东方电视台、东方卫视先后开播 引领行业风气之先 荣光归于历史 发展再向前方 改革行动方案明确 未来五年 上海广播电视台将把新闻力台、文化星台、融合墙台作为核心战略 坚守主则主业 将新闻力台作为改革着力点 组建全新的融媒体中心 推动第一财经 构筑五维一体垂类新闻全媒体平台 全力打响天下大势 看东方卫视的新闻品牌 充分发挥时政、财经和国际传播三大方面领先优势 会上 新的上海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接牌 重点移动端产品整体亮相 并启动文化创制引导专项资金 同时 按照国家广电总局部署 全力推进精简经办频道频率 有序关停四个电视频道和四套广播频率 我们把精简经办作为改革的突破点 我们要坚决地摒弃做虚功 图虚荣变虚胖 我们要强生健体 要体质增效 深化改革不是简单地做减法和除法 更要做加法和惩法 上海广播电视台将推动优质内容和品牌栏目 加快向东方卫视电视主频道汇聚 加速向看东方移动主平台转型 此外将文化新台作为改革关键点 聚焦都市性年轻态和创新力三个维度 重新定义综艺 重构创投机制 重塑创意能力 创制更多体现中国式审美和大都式气质的文化作品 并积极拓展微短剧等小而美的文化新样态 方案还明确 将融合墙台作为改革创新点 用人工智能重塑媒体技术底座 抢抓智能化超新化移动化新赛道 率先建设东方卫视4K超高清综合频道 实施光线网络改造 基顶和更新等重点项目 打造看东方 阿基米德 看看新闻 第一财经 山海爱等自主可控平台 改革发展 干事创业 核心在人才 上海广播电视台聚焦卓越人才 闪耀青年 播音主持 实施三大人才计划 夯实媒体人才大厦 改革路上 上海广播电视台 始至追求卓越 努力交出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 时代新答卷 国防部发布消息 昨天解放军火箭军 向太平洋公海海域 成功发射一发洲际弹道导弹 9月25日 8时44分 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 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 成功发射一发 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 洲际弹道导弹 准确陆入 预定海域 此次导弹发射 是年度军事训练 例行性安排 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 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中国国际信息通信展览会 昨天在北京开幕 本届展会 以推动数十深度融合 共筑新制生产力为主题 重点展示5Ga 万兆光网 6G等信息通信领域前沿技术 以及智能制造 智慧交通 卫星通信等 融合创新应用成果 工信部表示 截至目前 我国已建成全球领先的基础设施体系 5G基站达404.2万个 实现了线线通千兆 相相通5G 网络基础设施 全面向IPV6演进升级 算力总规模 居世界前列 下一步将持续完善网络供给能力 适度超前建设5G 5Ga 算力等新型信息基础设施 第三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 昨天在浙江杭州起目 本届数贸会 以数字贸易商通全球为主题 来自10个国家和地区 22个国际组织和43家境外商协会的各界代表 约1500人出席启动一事 数贸会是我国唯一以数字贸易为主题的 国家级国际性专业型展会 本届数贸会聚焦国家级国际化数贸位 展会总规模达15万平方米 比上届提升88% 国际企业参展数量和面积占比均超20% 3万多名专业采购商注册餐会均为历届之最 其中国际客商超过了6000名 上合组织可以在数字贸易领域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因为上合组织成员国支持经济项目和倡议的发展 包括一带一路倡议 还有欧亚经济联盟 包括和中亚与东南亚国家的发展 在接下来几天中 第三届全国数字贸易博览会 还将举行思路电商日 数贸非洲日 全球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4发布会等活动 东方卫视记者耿博扬 浙江杭州报道 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大熊猫 安安和可可 今天凌晨启程前往香港 后续这两只大熊猫将会定居在海洋公园 成为香港特区迎来的第三对大熊猫 今天凌晨两点半 装着安安的铁笼 先由工作人员用起重车运出来 半夜突然见到这么多人 安安显得有点腼腆 见到笼内有竹叶 安安上车后一度伸出头再张望 工作人员之后将数块有气孔的铁板带上车 装在笼的周围 避免大熊猫受环境刺激 约8分钟后轮到可可上车 相对安安 可可似乎淡定一些 相对安安有大量竹叶放在笼中 可可旁边有不少苹果 一批工作人员沿途欢送 两只大熊猫分别乘坐两辆货车 出发前往成都双流机场 车程约两小时 当地专家表示 运输期间车速不能太快 以免大熊猫晕车 有工作人员称有一点伤感 会到香港探望他们 感觉有点像自己的女儿 然后要远嫁的那种感觉 很不舍 希望他们在香港就是雄身顺遂 四川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 昨天为安安可可举行欢送会 专家表示 明年有机会让这对大熊猫尝试繁殖 相信有很大机会在香港开枝散叶 对 它这个年龄算是谈婚论嫁的 这些年龄断了 那么它今年肯定是没有机会 但我个人觉得吧 明年是有机会 让它们试一试参加一下繁殖 它到香港的话 我觉得它们那个城管 它一般中间可以有一个交流窗口 比如说是一个网重的 是能够看到或者是闻到彼此的气味的 那种是可以的 我就让它们交流 让它熟悉彼此 我觉得它们两个应该是会 有很好的感情发展 它们开枝散叶 应该是机会蛮大的 国家林草局表示 会派两名四川熊猫专家 护送安安可可到香港 全城监控运送大熊猫货舱的温度 维持在20到25摄氏度左右 我们会给它少量的用一点 增进的调及让它安静下来 它的这个运输笼吧 它的内部面积大概有将近1.5个平方米 应该是 它在里边是转身也好 翻也好 睡也好 包括它可以就是说站立也好 都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表示 香港已准备就绪 一对新大熊猫抵港后 会入驻香港海洋公园 香港赛马会四川奇珍馆 第一部分加建扩建工程已完成 第二个阶段的翻新工作年底前进行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国庆黄金周下周开启 香港旅监局预计 届时将有超过900个内地团防港 高铁已经有约三分之一的班次授庆 下周初将加开卧铺班次应对大客流 香港旅监局预计 内地黄金周入境旅客 大部分以个人游为主 根据业界资料 旅行团估计有925个 平均每天约130个 一共3.6万人次的旅客量 旅监局会加派人手 寻查较多旅行团活动的地点 香港入境处估算 国庆假期期间 超过1000万人次经各口岸进出香港 其中85%经陆路口岸出入境 有旅游业界人士相信 今年的客流量较理想 在11个当日 南行的列车 就是由内地到香港的列车 过了深圳北站之后 通常就福田或者直达香港 这些班次 我看来有超过三分一 已经受刑 我们的预订是比较好的 我们就已经大概预订 去到九成了 截至昨天下午4点 十一当天香港西九龙 往来北京上海的高铁 只剩少量余票 来往广州南深圳北的短途高铁线 余票充足 有立法会议员建议 增加长途线班次 10月1号起北京西上海红桥 与香港西九龙间开行的高铁动卧列车 将全面提制升级 新研制的复兴号智能动卧列车 在京港护港间上线运行 北京西至香港西九龙的 动909、910次升级为高897、898次 上海红桥至香港西九龙的 动907、908次升级为高899、900次 提制升级后 旅行时间压缩 沿途停战优化 香港始发时间延后 设备设施更加完善 服务品质进一步提升 西发招致优势更加明显 同时 为满足旅客国庆假期出行需求 9月30日加开香港西九龙 至北京西的高898次列车 10月1日、2日京港护港间 实行双向开行 后续安排在旅客出行需求 最为集中的每周五、周六、周日、周一 双向开行 过港复兴号智能动卧列车 已于昨天16时30分开始售票 10月1日起 铁路宁波站将首次开行 直通香港西九龙高铁动卧列车 这趟高铁动卧由上海洪桥 开往香港西九龙 沿护航、航深、广深港高铁运行 车次号为高899次 采取西发招致的形式 22点15分从宁波出发 次日7点20分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全程仅9小时05分钟 回程高900次 香港西九龙站20点05分发车 次日4点07分到达宁波站 全程8小时02分钟 昨天起 该车次车票已通过12306开始发售 宁波到香港西九龙 特等座票价646元 二等座票价537元 卧铺票价780元 如果选择卧铺车厢 相当于深夜在宁波上车睡一夜 一早就能到香港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看东方正在直播 稍后为您带来 黎巴嫩真主党称 袭击以色列摩萨德总部 义军称袭击真主党武器部 多国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的侵略行径 伊拉克民兵武装对戈兰高地 以防目标及南部发动无人机袭击 以防称袭击导致埃拉特城两人受伤 好 国际方面我们先来看离异冲突 黎巴嫩真主党昨天宣布 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 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摩萨德总部 以色列国防军则表示 拦截了从黎巴嫩射向 以色列中部地区的地对地导弹 并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 发动了新一轮的空袭 黎巴嫩真主党25号表示 向以色列摩萨德总部发动导弹袭击 是对此前黎巴嫩多地传呼机和对讲机爆炸 以及真主党高级指挥官被杀事件做出的回应 真主党证实 该组织火箭弹和导弹部队指挥官 伊布拉辛·库拜西 在以色列24号对贝鲁特的袭击中丧生 以色列媒体称 黎巴嫩真主党向特拉维夫地区发射的导弹 被以防空系统拦截 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报告 以色列国防军称 拦截了从黎巴嫩射向以色列中部的地对地导弹 并对黎巴嫩真主党存放导弹和发射器的设施发动了空袭 自冲突升级以来 黎巴嫩南部已有数十万平民逃离家园 其中一些人越过边境前往叙利亚 躲避以色列的轰炸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 黎巴嫩正处在边缘 不能让黎巴嫩成为另一个袈裟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当地时间25号 黎巴嫩真主党首次向以色列经济中心特拉维夫发射导弹 这让那里的民众深感不安 本轮8亿冲突爆发后 以色列陷入两线作战 南部地区持续遭到巴勒斯坦 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袭击 北部与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摩擦也在不断升级 25号 黎巴嫩真主党发射的一枚导弹 达到了特拉维夫一带 随后被防空系统拦截 这让不少特拉维夫民众开始切身感受到 战争脚步在步步逼近 自去年10月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 黎巴嫩真主党持续在里乙边境与乙军交火 以侧应在加沙地带作战的哈马斯 随着以色列宣布将军事重点转移至北部边境 以及黎巴嫩指认以色列制造通计设备爆炸事件 离乙局势骤然升温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另外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说 黎巴嫩真主党所受的打击超出了他的想象 以军总参谋长表示 空袭黎巴嫩是为了以军可能对离地面行动做准备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昨晚发表一则简短视频声明 重申了将此前从北部边境地区撤离的 以色列人送回家园的承诺 并称以军正在对黎巴嫩真主党进行前所未有的 超出其想象的打击 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哈莱维昨天向外界表示 目前以军对黎巴嫩境内的空袭不会停止 强调这行动是在为可能的地面行动做准备 哈莱维表示 黎巴嫩真主党昨天扩大了对以色列境内的袭击范围 以军将对此予以强烈地回击 而以军对黎巴嫩可能采取的地面军事行动目的是摧毁 离真主党的军事基础设施 并最终使以色列民众安全返回自己位于以北部的家园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长昨天宣布 以色列当天对离多地的空袭已至51人死亡 223人受伤 而以军本轮大规模空袭 预计将造成至少10万人流离失所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伊拉克外交部昨天发表声明说 伊拉克 埃及 约旦三国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的侵略行径 与此同时大批黎巴嫩的民众继续撤离冲突地区 伊拉克外交部25号发表声明说 埃及 伊拉克和约旦三国外长 在第79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举行会议 讨论骤然升级的地区局势 对以色列近期对黎巴嫩的侵略行径表示谴责 强调 防止局势失控的首摇任务 仍是阻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侵略 声明说 以色列近期的军事行动后果严重 正搅动中东地区走向全面战争 三国外长呼吁相关国家和联合国安理会 为降温止战发挥更大作用 据黎巴嫩官员称 已有数十万平民离开黎巴嫩南部和东部的家园 已躲避冲突 很多人担忧离以爆发全面战争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昨天伊拉克民兵武装对戈兰高地 以防目标及以南部发动了无人机袭击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发表声明 该组织昨天针对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 一处以防目标发动了无人机袭击 另据总台记者霍西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当晚使用无人机 袭击了以色列南部城市埃特拉附近地区 但该组织尚未就此发布声明 以色列国防军发布消息称 以军监测到两架无人机接近埃拉特 以军使用海军舰艇上的武器系统拦截了其中一架无人机 另一架无人机掉落在埃拉特城内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表示 未被击落的无人机落入埃拉特的港口区域 造成两人轻伤 另有消息说 伤者中的一人是年龄为68岁的男性 埃拉特港口的部分仓库设施也在袭击事件中受损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据美国知情官员消息 美国计划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访问美国期间 宣布向乌克兰提供价值超过8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消息说 拜登政府一直在与国会进行紧急讨论 以允许国会在9月30号联邦财政年度结束之前 动用56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资金 乌克兰军队上月对俄罗斯库尔斯克州发起大规模进攻 俄乌双方在库尔斯克和其他战线的交火 眼下未见缓和迹象 据统计 自乌克兰危机2022年2月升级以来 加上最新一批军员 美国已向乌克兰提供超过562亿美元军事援助 援武武器的先进程度破坏力逐步提升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当地时间9月25日晚 俄总统普京主持召开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 框架内的核威慑问题常设会议 该会议每年举行两次 此次会议主要讨论和遏制国家政策基础的更新 普京表示 俄罗斯以最高程度的责任感对待核武器问题 将致力于避免核武器及其相关构建的泛滥 三位一体的核力量 仍是俄罗斯安全的最重要保障和保证全球平衡的工具 当前的政治军事形势快速变化 俄方应该关注这一事实 其中包括出现对俄罗斯及其盟友 造成军事威胁和风险的新源头 对俄方而言 重要的是使国家战略规划文件适应现实变化 普京表示 在更新版《俄罗斯核学说》中 俄方已经增加了将对其采取核威慑措施的国家和军事同盟的类别 在有核国家的参与或者支持下 无核国家针对俄罗斯的侵略将被视为这两者的联合攻击 在俄方获取有关开始对俄进行空天攻击的确切信息后 俄方将以核武器进行回应 另外当常规武器对俄罗斯主权造成严重威胁时 这也将是俄方做出核回应的理由 普京还表示 当白俄罗斯作为俄白联盟成员遭到入侵时 俄方保留使用核武器的权利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看东方 稍后为您带来 苏州扬城湖大闸蟹昨天正式开补 大批上市的最佳品蟹期预计在10月下旬 线上交友投资理财 邮寄黄金取现替代转账 上海警方破获多起手法翻新诈骗案 欢迎大家在7点33分 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看东方 各位早 我是子龙 各位早上好 我是龙盛南 我们新闻继续 苏州扬城湖的大闸蟹 昨天正式开补 今年总产量9900吨 比去年减产10%左右 不过大闸蟹的品质不降反升 大规格蟹的数量和品质都超过往年 大批上市的最佳品蟹期 预计在10月下旬 我现在是在苏州相乘的 扬城湖大闸蟹开补现场 现在我身后的渔船已经枕装待发 准备前往扬城湖中心围网区域 开补金丘的第一楼蟹 随着蟹农把地龙起网 一只只标肥体状的大闸蟹 从扬城湖避拨之下 水草之间张牙舞爪出水 青背 白肚 金爪 黄毛的 扬城湖大闸蟹正式上市 经历高温和台风的双重考验 今年大闸蟹的退壳时间推迟 成熟时间略晚 产量也比往年有所减少 维网养殖的大闸蟹母产量 在五六百斤左右 大规格的蟹预计占三分之一 今年湖区回望养殖面积 一顶五千万亩 高标准改造池塘养殖面积 六顶五千万亩 预计中材料 九千九百斤左右 目前 近半国庆蟹已被预定 记者在阳城湖大闸蟹交易市场看到 蟹农们正忙着扎蟹发快递 把第一楼蟹第一时间送上市民餐桌 记者了解到 今年的三两母蟹四两公蟹 均价在120元左右一对 和去年基本吃平 东方卫视记者梁卫浩报道 按照上海市公安机关部署的利件行动 上海警方持续对酒驾醉驾 展开严查 本周一清晨 普托警方查获了一起醉驾案 当时人在宿醉之后 自认为已经警久了 开车出门之后连续擦碰了多辆车 公共视频显示 一辆白色SUV在小区内高速行驶 在几个过完处 与三辆正常停放着的车辆发生碰擦 但车主并未减速 到小区门口经过炸机口时 还撞上了护栏和设备 车身右前侧严重损坏 发动机和前轮都露了出来 令人惊讶的是 当时人没有下车扬长而去 小区保安立即报警 民警根据视频中的车辆信息 迅速找到了车主民谋 在与民谋交谈过程中 民警发现他眼神飘忽 言辞闪烁 且屋内充斥着酒气 便对其进行了呼吸式酒精测试 结果显示 民谋体内酒精含量 为每100毫升188毫克 远超最佳标准一倍多 民警随后又调阅了车辆行驶的轨迹 确认驾驶车辆上路的正是民谋本人 民谋表示自己前一晚饮酒 早上自认已经酒醒 打算出门吃早餐 没想到一路上还是意识不清 造成了多起事故 目前民谋因涉嫌危险驾驶罪 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记者李恩禅报道 遭到电信网络诈骗 被害人的钱款往往是通过转账的形式 被犯罪团货层层转走 然而随着警方的打击力度不断加强 电渣套路也在不断地翻新 如今派人上门取线 或者是让被害人游购黄金 成为了犯罪团货的新手段 历见2024专项行动开展以来 上海警方已经破获了多起 利用线上交友投资理财 线下专员取线的网络诈骗案 在敏航公安行政支队 警方向陈先生和黄女士 分别发还了部分被骗财物 与以往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不同 这次发还的都是投资金条 陈先生今年8月遭遇诈骗 当时有个陌生账户 添加了陈先生的微信 觉得可能是以前的老同学 然后就在聊天的过程当中 就是谈到了这个理财的问题 就他理财那边可以赚到很多利润 然后就信他了 一百多万就短暂的时间 钱就拿不出来了 警方接报之后迅速前往外省市 找到了陈先生资金转入的 两张银行卡的卡主 结果发现这两名卡主也是受害人 遭遇的诈骗手法与陈先生类似 都是对方冒充军人 然后引导到一个投资平台 炒一个类似于期货一样的东西 然后呢他里面这两个被害人 就是收取了陈先生的钱之后 在这个平台的客服的要求下 是购买了黄金 然后这个黄金就直接是寄出去 然后被我们拦截 被害人黄女士则是今年7月被骗的 当时一名网友向他推荐了 一个虚拟币投资平台 平台提供了两种投资渠道 直接转账或者邮寄黄金 转账更便捷 但是他当时说是 你用黄金你这样可以赚得更多 然后来这样一个方式 来就是诱导你来购买黄金 直接是那个在网上购买之后 然后你填的收件人 然后是他提供的 发现黄金一去不返之后 黄女士立即报警 而警方也成功拦截到了其中部分黄金 由于两卡打击的持续深入 那以往的被害人直接银行卡转账 也变成了犯罪嫌疑人 安排人员上门取线 取金完成一个充值的链路 警方表示 取线取代转账 成为近期许多金额较大的 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呈现出一个新的指标性特征 市民在投资时 要注意甄别警方被骗 记者毛红仁报道 五花八门的电炸套路 夹带各色利诱 让人防不胜防 最近上海市民段先生 就因为刷单小力踩了大坑 9月14号上午 凤贤西渡派出所 接到一起诈骗预警 前一晚 市民段先生曾向 设诈银行账户转账 一万六千八百元 接到预警后 民警当即与段先生 取得了联系 你有没有被骗钱啊 我问你 没有 你转出去 转出去一万六千八 是什么钱啊 忘记了 你钱不要再转出去了啊 段先生告诉民警 此前他在微博上 结识了一位网友 对方给他发来了 一个网站链接 并告诉他 刷单可以返利 而且刷的物品越贵 返利就越大 试了几次小额刷单 尝到甜头后 段先生便放下了戒备之心 加大了刷单物品的金额 经过面对面劝说 段先生终于醒悟 所谓的刷单助力 其实就是一种诈骗手段 他当即删除了 相关网站的链接 近日江苏无锡的一名女子 到银行贵面 提出要转账50万元 给她的账户 被银行和随后 赶到的民警制止了 不久之后的9月21号 当时女子的丈夫 特意来到了 惠山公安分局 潜州派出所 向民警和当时的银行 负责人送上了紧旗致信 那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无锡农村商业银行 潜州之行的公共视频 画面显示 这名女子到了柜面 就提出转账 其中还有一张 未到期的存折 也要一并取出 打算凑完50万元整数后转出 她的钱都是当天进来的 下次送钱 当天进当天出 她会有 或者是些洗钱 是些诈骗 然后我就觉得可疑 那么银行就说 你能不能跟你老公确认一下 电话我们也要确认一下 但是呢 这个女子呢 拒绝透露 她老公的这个电话联系方式 在银行 民警与当事女子沈某的沟通 并不顺利 甚至双方还发生肢体冲突 沈某见民警 坚决不让她转账后 便愤然离开 而民警紧盯这一可疑情况不放 当晚告知沈某丈夫 务必何时转账情况 一小时后 夫妻二人来到派出所 经民警再次宣防后 沈某幡然醒悟 其实是遭遇到了 冒充公建坊的电信账片 要求其将所有名下的存款 禀到无形农商行 并且一次性转到 对方提供的所谓安全账户当中 然后就可以帮你把这个案子处理掉 然后的话 如果不处理 就是不配合民警的话 就要坐牢 然后就会影响后代有案底 原来当天白天 沈某接到了诈骗分子的 FaceTime电话 对方通过远程操作手机 转走她卡上的4000元钱 后又让沈某名下 将所有的钱 也就是50万 归并至无稀农村商业银行的卡上 便于一次性转出 但被公安银行及时发现劝阻 并成功拦截 无期台报道 在生活中掌握一些急救知识 在关键的时刻能够救命 前段时间在合肥的街头 就出现了惊险的一幕 一个小朋友义务卡侯 好在遇到了正在执行的附近 我跟同事在不用街巡逻的时候 发现一个小男孩 就是弯着腰在呕吐 一个中间女子 能在身后 也尝试着用手在击打她的腹部 熊强威说 当时男孩神色痛苦 熊强威立马上前 用起了海姆立刻急救法 大概的话十多秒钟 就是说吐出来之后 他就说吐了 然后表情就比较缓缓了 原来男孩在吃闸串时 不小心呛到了气管中 当时是毫不犹豫地 就上去进行急救 然后急救成功了以后 才缓过身来 人民群众在面临危难的时候 公安民附近 绝不允许不作为 海姆立刻急救法 是一种简单而高效的急救技能 又被称作生命的拥抱 关键时刻 这个拥抱能救命 现场熊强威和同事 为我们示范了成人 或一岁以上儿童的急救处理 迅速到我同事的身后 来送你岔开 用剪刀十多步的方法 剪刀在两红指 在肚脐上方 两红指的位置 找到这个点 一手握拳 另一手从包裹入拳 然后快速地向内 向上进行冲击 循环往复 直直呕吐 被削除出来 好 关闭 近日在浙江渝瑶阳明街道 顺北新村的一个居民楼内 一位独居的老人突发疾病 呼喊救命 附近的群众赶来之后 发现屋门紧锁 立即报警求助 杨明派出所民警 王明亮带队赶到现场后了解到 这位老人已经83岁 平时一个人独居在二楼 由于老人的具体情况不明 救援时间紧迫 王明亮仔细观察周边地形 发现这幢老旧居民楼的二楼平台 可以爬上去 于是在辅警的帮助下 果断攀爬到了平台上 民警一边安慰老人 一边想办法救人 老人告诉民警钥匙在他手上 当时老人意识还算清楚 手也能勉强活动 王明亮就想到 用竹竿把钥匙挑出来 然后我就跟周围的热心群众说 帮我找一根竹竿 之后我用竹竿透过窗户 将钥匙成功挑出 然后顺利打开了房门 据老人说 当时高血压突然犯了 不小心摔了一跤 无法起身 随后赶来的120急救人员 将老人送一救治 由于救援急时 老人并无大碍 宁波台报道 杭州的天气逐渐凉爽 每年的这个时候 西湖也要迎来远方来的老朋友了 东候鸟第一梯队 已经来到西湖报道 志愿者前缘告诉我们 他在小南湖水域中的 一块立牌上 见到了一只黑乎乎的东西 拿望远镜一看 原来是炉瓷来了 这边观看了以后 觉得他不会来一个 刘庄那边 刘庄那边 停在那边 还有一个 那么现在观察到是两个 就是一对 志愿者说观察到的炉瓷 有时停在立牌上 有时停在杆子上 一停就是一个多小时 每一次来 而且都是认得这几块牌子的 因为它常不爬射过来的 可能比较累了 普渔的时候它才下去 志愿者们告诉记者 炉瓷每年9月初到10月初 分批抵达西湖 每年大概有一百多只炉瓷 会在西湖过冬 除了炉瓷 西湖东候鸟 另外三大家族 鸳鸯 织女银鸥 普通秋沙鸭 将在10月至12月陆续抵达 这几年也有不少鸳鸯 成了西湖流鸟 在这里结婚生子 向今年 志愿者共观察到了 26窝新生西湖鸳鸯 比去年多了三窝 另外眼下 公鸳鸯正在陆续换装 大家会在西湖看到不同茅塞的公鸳鸯 杭州台报道 上海轨郊11号线康衡路站 已经顺利通过了初期运营前的安全评估 具备了初期运营条件 计划于9月28日起开通初期运营 这是上海首个在既有运营线路上 改造建成的地下车站 记者在康衡路站看到 所有的设施设备都已经准备就绪 车控室内 工作人员正在进一步开展 综合联动调试及各项演练 为新站正式投用做好准备 据介绍 车站在设计改造过程中 采用了磁悬浮变频离心式冷水机组 在降低了能耗的同时 也能提高乘客的舒适度 比如说我们是喜欢温度35 那我们这边可能是在27 28 在这样一个温度范围控制 对乘客的一个舒适度 肯定是有保证的 此外在车站改造中 地铁方面充分考虑 地块出入口的结件需求 积极推进地下联通通道 与车站建设施工同步实施 最终实现了四个出入口 均可通过结件通道 直接进入地面楼宇或圆区 所有的四个出入口 都做了一个联络通道 联络通道直接接入了 商务楼宇内 直接从通道就可以走了 自8月6号开始 11号线康衡路站就开始了 所有列车的跑图测试 列车在该站正常停靠 并起闭车门和屏闭门 但不上下课 从9月28号起正式投入使用 自9月28号投班车起 我们所有的列车 在本站就进行了正常停靠 乘客也可以正常地上下车 上海市轨交11号线 是国内最长的运营地铁线路 也是国内唯一一条 跨省的城市轨道交通 线路全长大约82公里 随着康衡路站的开通 11号线全程增至40站 深程轨道交通全网车站 增至509座 更多长三角区的消息 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2024世界设计之都大会主会期 为明天到30号 主会场设在上海市博城市 最佳实践区 全市各区全面响应 今年大会的主题是 设计无界 心智生长 上海市家电家居消费补贴活动 持续进行 根据国家家电已就换新 八大类补贴政策 结合上海市52项 家电家居补贴政策 消费者最高可享受 60项品类的家电家居补贴优惠 领券时间为12月31号前 每天7点到23点 江苏不断完善托育服务体系 增强托育服务攻击能力 江苏积极探索 多元化托育服务发展模式 鼓励各地结合实际 多措施多主体举办托育机构 据了解 截至2023年底 江苏共有托育机构5400家 可提供托位32.4万个 千人口托位达3.8个 苏州发放今年首批 文港返还资金 总计4574.16万元 当地采用免身吉祥 比对发放 直接到账的模式 来发放专项资金 苏州全市今年预计发放 文港返还资金超过12亿 持续大力度支持 企业不裁员 少裁员 真金白银 帮助企业稳定职工队伍 扬州首座光储冲放综合能源站 正式启用 该站配置目前扬州市面上功率最大的 夜冷超冲终端 最快可在10分钟内 为一辆汽车完成充电 不仅满足了新能源车主 对于快捷充电的需求 还对减少碳排放和促进新能源应用 具有积极作用 首届数字人制变大赛决赛 今天将在杭州举行 展示数字人创新成果 加速智能科技成果的普及 诸位决赛的数字人应用场景广泛 涵盖了文旅 电商直播 会议服务 教育等多个领域 将带来全新的智能交互体验 好 想听子龙为大家带来 这一时段的报天下 子龙 好的 向南北京时间的7点50分 我们打开今天的报天下 首先我们来看人民日报的这篇评论 近年来随着一改深入推进 相关政策落地实施 乡村医生队伍在持续的壮大 前不久 山东合泽 善线首批32名事业编制招聘的 乡村医生正式上岗了 他们是被安排到了32个村庄当中 现财政为每名乡村医生 每个月补贴2000块钱 镇卫生院为他们缴纳无险一进 我们来看人民日报的这篇评论 乡村医生献招 相聘 村用 这样的一种模式 有助于壮大乡村医疗卫生的人才队伍 要确保乡村医生留下来 用起来 落实待遇是前提 畅通其职业发展是保障 一方面要深入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 着力提高乡村医生的收入 而另外一方面 要建立健全服务年限制度和考核 职称晋升体系 为乡村医生畅通上升的通道 而另外还应该创造条件 为乡村医生提供更多的继续教育 学术交流和培训 为其提供更多成长的这种机会 强化部门协同持续推荐改革 必能够推动乡村医生队伍发展壮大 让广大的农民群众就近获得更为优质的医疗卫生服务 我们再来看广州日报 为了给旅客能够提供更多出行的选择 铁路12306售票系统近日推出了同车接续功能 能够将同一列车不同区段的剩余的车票 组合成接续方案 那旅客中途是不用换车 只需要更换座位就可以继续完成旅程了 广州日报的评论说了 美誉铁路客运高峰 车票难买是一个无解的难题 那目前的这个购票规则呢 是要优先满足长途旅客的需求 所以这也就导致了 有的旅客就不得不买短成长 或者是买长成短 那同车接续功能的推出啊 对这个旅客们来说 是可以拼短成长 让出行的选择更多 也更为便捷了 而对于铁路来说呢 在更好的满足旅客出行需求的同时 也能够实现运力的更优化 可以说是一种双赢之举 那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技术的 这个加持之下呀 许多乘车购票现存的痛点啊 卡点啊 已经有了精细化的精准化的 优化提升的一个空间 所以呢 我们也期待着铁路部门 能够推出更多智能化的 人性化的好的功能 好的政策 让我们未来的出行啊 更加的便利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话题 来说一说这个社区养老啊 上周呢 台风贝比加是登陆上海 那登陆的时候 各社区的长者食堂 大多都是正常开放的 为老年人正常的服务 其实这背后是近年来 上海老年人住餐服务网络 日益的完善 但是距离构建全面的 社区养老服务网络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来看新民晚报的这篇评论 提供高质量的社区养老服务 首先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 如何吸引社会资本投入 形成多元化的资金来源 这是当务之急 其次呢 专业人才短缺 也是制约社区养老发展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而此外 如何确保服务的标准化 规范化 需要建立健全 质量建管体系 社区养老在带来挑战的同时 可以说也为上海带来了一定的机遇 为相关产业的发展 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还能够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 养老啊 这是一个庞大的事业 当然它也是一个市场 不能够仅靠政府 必须要充分发挥 政府 市场 社会的这种综合作用 鼓励社会参与 形成事业带动产业 产业支撑 事业发展的一个良性的循环机制 扶持培育真正的专业化品牌化 连锁化的养老服务市场主题 换个话题 据相关的媒体报道 我们看到眼下一些穿上一身马甲的主播 风靡直播剑 他们是各有各的话术 最终的目的呢 就是将流量转化为销量 什么内容火就蹭什么 导致各类伪科普大行其道 那如此忽悠大众 直播间的这些所谓的白大褂们 实际上呢 是在消耗医生的社会信任职 北京日报的客户端 发表了评论 短视频平台绝非法外之地 上个月中央网信办 已经开展专项行动 剑职伪科普伪专家 某平台的数据就显示 仅8月份已经对1711个违规账号 进行了无限期的封禁 以及短期禁言等等相关的处置 治理平台内容乱象的同时 也必须要加强医疗行业 自媒体的审核门槛 那目前的各大平台 虽然已经基本启动了 这个身份认证 但是对于是否需要在职在岗证明 还是说仅仅需要提供 职业医师资格证 或者是药剂师 甚至是护士证也行 它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因此在强调平台细化监管的同时 医疗机构也应该加强医务人员管理 要画面一条红线 合理制止直播间 靠白大褂骗取流量的乱象 近日浙江杭州市文旅局 在答复政协委员的建议时 就提出说网红达人 在推动杭州文旅发展方面 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同时也存在着内容过度商业化 监管缺乏规范化 文化挖掘表面化等等问题 需要加强正面引导 以及长效的管理 我们来看北京晚报的这篇评论 近年来文旅宣传借助网红流量效应 成功案例不少 但是我们也发现 因为网红或者形象的崩塌 或者是语言的不当 翻车的这个案例也是不在少数的 文旅部门与网红合作的思路 也是符合潮流的 但是如果是那些弄虚作假 敷衍糊弄 那效果肯定是适得其反 为了更好的借网红的势头 宣传城市的文旅 可以说杭州文旅局 是给出了一个破解的思路 那就是从扶持到培训 从引导到规范 一系列的这个措施 为城市文旅发展与网红合作 提供了一个相关的指引 从分析利弊到扬长弊短 杭州文旅的做法 也给各地的文旅建设 提供了值得仿效的一个思路 那就是要敢用会用 并且善用网红 这个红不能指红在表面 文旅要借助网红之力 更要避网红之短 否则这个流量 是难以变成流量的 第二个流量是留下的流 所以说暴红也只是昙花一现 好了 以上就是 今天暴天下的全部内容 我们接下来 把时间交还给盛南 好的 子龙 看多方正在直播 稍后您将看到 上海将发放5亿元消费券 涵盖餐饮 住宿 电影 体育领域 首批本周六申领 国庆假期热门线路火车票 开售及后补 铁路12306推出车内换座 购票服务 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大熊猫 安安可可 今天凌晨启程 前往香港 将在海洋公园定居 黎巴嫩珍珠党首次向 以色列经济中心 特拉维夫发射导弹 当地民众深感不安 北京时间早晨7点59分 欢迎来到东方卫视 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 各位早上好 我生生男 我们来关注下天气 上海今天多云倒阴 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 明天傍晚转多云倒晴 东北风三到四级 明天四到五级 今天最高温度28度 明天最低温度24度 我们新闻继续 国庆消费旺季将至 上海将发放5亿元 乐上海服务消费券 涉及餐饮 住宿 电影体育等四个领域 据人气促消费 助力消费市场会生效 按照各领域消费占比 和市场需求情况 上海将分别发放3.6亿元 乐品上海餐饮消费券 9000万元 乐游上海住宿消费券 3000万元 乐影上海电影消费券 和2000万元 乐动上海体育消费券 首批将从9月28日起 开始申领 四类消费券均采用 先到先得方式领取 餐饮住宿消费券 每周发放 电影体育消费券 每天发放 餐饮住宿体育消费券 自发放之日起 7天内有效 电影消费券 自领用之时起 24小时有效 餐饮住宿消费券 按照消费金额 从低到高 分为四档 电影消费券 最高可享 单张30元优惠 体育消费券 通用券 从满10-5 到200-80 分6档 另外 还有游泳 羽毛球 冰雪运动等 专项券 每类消费券 都有各自的发放平台 和领取使用规则 消费者可在参与活动的商户 消费时 凭消费券 享受满减抵扣的优惠 出示第三方支付APP或小程序 生成的付款码 自动享受满减抵扣优惠 消费券 也可参与商家活动的优惠 叠加使用 严禁消费券 用于购买团购券 预付卡等 发放对象方面 未知信息定位在上海的用户 都可以领取餐饮 电影体育消费券 领取住宿消费券的用户 则无需通过未知信息叫和 也就是说 外地朋友也可以领取 我希望到上海来的游客 他的住宿能够用住宿消费券 餐饮能够用餐饮消费券 但是不同的是 餐饮消费券 是他到了上海以后才能申领 参与商户方面 主管部门鼓励各类商家报名参与 经审核通过后 及时纳入商家名单 东方卫视记者何晓 上海报道 国庆假期临近 出行的火车票 您准备好了吗 来自国铁集团的消息 9月15号到昨天 已经累计发售国庆假期 运输期间的火车票 超过5600万张 有网友反映 很多热门的线路 一开售集后补 而又一部分线路 到目前为止 整个假期期间 还是有余票的 准备在假期出行的旅客 该如何选购车票呢 今年国庆假期 从10月1号至7号 共7天 铁路国庆假期运输 从9月29号启动 到10月8号结束 提前两天 延后一天 为旅客错峰出行 提供便利 从售票情况来看 已售出的假期车票 目前超过了5600万张 而铁路预计的发送人数 是1.75亿人次 从这两个数据对比来看 准备买票的旅客 还在路上 记者登陆12306网站发现 部分热门线路确实如网友所言 一开售就是后补状态 这位负责人提醒 旅客购买热门线路车票 可使用铁路12306 后补购票功能 最多可累计选择 60个日期加车次的组合 临时新增的旅客列车席位 将优先配售给 以提交后补订单的旅客 铁路12306售票系统 会及时获取旅客 后补购票信息 在需求旺盛地区 增加运力供给 全国铁路日军计划 开行旅客列车 12000列 加开跨铁路局运输的 中长途旅客列车 354列 目前已经确定 9月29号至30号 10月6号至8号 分别安排 增开汉口至宜昌 成都至卢州 贵阳至六盘水 汉口至石宴 平潭至福州 奎屯至乌鲁木齐 徐州至上海 深圳至潮汕等方向 旅客列车 假期期间 部分热门地区的 短途线路均尚有余票 一到假期热门线路的 火车票就是比较紧俏的 于是部分旅客 会选择中转换乘 或者是购买连程车票 最近铁路12306 又推出了一种 全新的购票服务 车内换座 它与传统的中转换乘 买短乘长 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又会给旅客出行 带来什么样的新体验呢 记者登陆12306网站 查询9月28号 从北京到成都的火车票 点击中转标签 系统提供了 不同车次的换乘方案 其中有同站换乘 同乘换乘 还新增了一种车内换座 这种新的售票方式 是将能组合的 同一列车不同区段的 两段同席别 或不同席别的剩余车票 组合形成 该车次的同车接续方案 供旅客选择 选择同车接续方案的旅客 中途不用换车 同车更换席位即可 各段车票票价 仍然遵循地远地减原则 及里程越长 平均运价率越低 车票总票款 为两段车票票价之后 比如北京西至武汉的列车 如胜于北京西至郑州东 郑州东至武汉的 一等或二等特票 即可形成 北京西至郑州东的 一等或二等A座位 加郑州东至武汉的 一等或二等B座位 组合成的同车接续方案 车内换座方案 和以往的中转换乘 和买短乘长 有何不同呢 记者注意到 车内换座 实际上属于中转票的一种 铁路12306 在掌握列车售票数据后 优先算出这一趟车的线路 并做出提示 旅客不需要自己查询 就可以分段购买 同一趟车次的车票 到了中转站 在车上直接换座即可 与传统的中转车票相比 他不需要旅客上下列车 换不同的站台或车站 与买短乘长相比 他在旅客购票乘车前 就确定有座位 避免了列车在运行途中 承受超原的压力 近日在杭州西湖的湖面上 马路上都悬挂了一面面 五星红旗 中国红成为了一道道 靓丽的风景线 西湖湖面上一艘艘手滑船 缓缓驶来 船尾的五星红旗随风飘扬 如同跳跃的火焰 点亮了美丽的西子湖 也点燃了游客的爱国情怀 很吸睛嘛 很有国庆的氛围感 国庆应该还会来 应该还会做吧 为了一抹红所吸引 才能看到船 中国红绝对是非常亮眼的 放在我心目中 也是有非常浓重的地位的 记者从西湖景区了解到 9月20号起 西湖97艘机动船 和101艘手滑船 都已全部升挂国旗 川宫师傅也告诉记者 每年国庆节的时候 他们都会统一在船上 挂五星红旗 这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与传承 我挂上红旗的画 对于这个工作的话 更加有积极性 已经做好准备了 让游客 平平安安来 平平安安回 在杭州街头 也同样充满了 喜迎国庆的热烈氛围 在文艺西路 道路两边的路灯杆上 都挂上了国旗 为城市增添了一道 别样的风景 市民们都沉浸在 洋洋喜气中 杭州台报道 龙江九月秋意正农 独特的五花山色 吸引了众多的游客 前来感受这份 限定版的秋季浪漫 我现在就在位于 黑河市黑龙江 中俄民族风清园内的 一处登山口 从这里出发 经过这条站道 就可以到达一个 400多米的观景台 这里现在也成为了 很多游客 欣赏小兴安岭 五花山色的首选地之一 风景更个好 所以都是刮制裁的 我们久经节礼的时候 就好像久经那个 童蛙诗片一样 非常漂亮 灯高远眺 五花山色尽收眼底 小兴安岭 呈现出丰富浓烈的 自然调色版 为黑河秋季旅游 增添了独特韵味 我们特别喜欢这儿 玩得很开心 这里的自然风光 特别漂亮 我们以后还会再来 大西安岭林区 也进入赏秋的最美时节 在加格达奇 湖中 墨河等地 漫山遍野的五花山色 以绚丽的色彩 吸引游客沉醉其中 黄色绿色 非常的缤纷 对 很美很美 气温也很适宜 空气也很新鲜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铜江市街金口 赫哲族乡的 街金山国家森林公园 这里的山色 如同调色盘上的颜料 随意挥洒 却又恰到好处地 融合在了一起 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游客 纷至踏来 异度风采 漫步在山间小道 人们仿佛能听见 大自然的滴雨 微风拂过 丸达山渔脉的街金山 让这里的秋天 充满浪漫和诗意 给我感受最深 就是山美 水美 人更美 风促人情 使我留下了 很深刻的印象 争取下次再来 国庆将至 记者从各大旅行社了解到 今年国庆假期 出境旅游市场 强势复苏 迎来了一波热潮 与往年不同的是 一些小众目的地 格外受到游客的欢迎 出游方式 也更加偏向 小团组的深度体验游 面对即将到来的 国庆假期 各大境外旅游目的地 纷纷打造最新线路产品 吸引中国游客 作为最受国人欢迎的 旅游目的地之一 10月 泰国将举办 中泰友好月活动 并围绕传统热门目的地 以外的 值得旅游的城市 打造最新旅游线路产品 这些城市 可以体验到 非常地道的 传统泰国文化生活 我们也推出了 必吃 必试 必买 必寻 必看 五大旅游体验 10月开始 是中国游客 赴泰国旅游的高峰期 我们预计 今年中国赴泰国游客 将达到730万人次 南非 以发现南非新魅力为主题 推出了生态友好住宿 文化自然遗产保护 沿雪旅游等特色体验 和新户外活动 为中国游客提供了 未曾触及 未被发掘的宝藏目的地 让人们深度了解 南非丰富多样的生态系统 以及独特的自然景观 随着2024年 中国哈萨克斯坦旅游年的 正式启动 哈萨克斯坦 以其独特的自然景观 和丰富的历史文化 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 阿拉木图 作为哈萨克斯坦最大城市 凭借商业 教育 与文化中心 更是成为本次旅游年的 热门目的地 在阿拉木图的城市外围 有很多高山 这些都是中国游客 非常喜欢游览的地方 随着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 旅游服务的提升 以及多样化的旅游体验 我们希望能吸引更多的 中国游客到访 记者从各大旅行社了解到 今年国庆假期 摩洛哥 纳米比亚 斯里兰卡等小众目的地 异军突起 特色鲜明 自由行难度较大的目的地 在十一黄金周期间 报名形势格外亮眼 此外 西班牙 葡萄牙 希腊等 南欧产品报名提前性趋势最为明显 部分南欧产品提前两个月就已受庆 而随着免签目的地的持续增加 假期免签游成为了新风尚 北京台报道 国庆将至旅游市场态势向好 深圳机票进出近旅游订单量 在高基数上保持增长 各旅游企业摩拳擦掌应过请 为了吸引国庆期间 更多国内外游客前来体验 深圳各个景区推出丰富多彩的 节庆活动和新颖项目 距离国庆还有一周的时间 旅游型酒店预定增长态势明显 酒店也做足准备 迎接国庆接待高峰 国庆期间我们是推出了 国风朝晚盛典 结合鼓舞中华 五十六民族庆华旦 全方位地展现中国文化 国庆假期作为重要的客源始发站 深圳出行高峰将集中在 9月28号到10月1号 目前境外游机票预定较为火爆 据协程介绍 十一假期旅游行业将呈现 进出游双循环态势 南方航空已经针对深圳出港的 十个热门目的地增加150个班次 国庆黄金周下周开启 香港旅监局预计 届时将有超过900个 内地旅游团访港 高铁已经有约三分之一的班次受庆 下周初将加开卧铺班次 应对大客流 香港旅监局预计 内地黄金周入境旅客 大部分以个人游为主 根据业界资料 旅行团估计有925个 平均每天约130个 一共3.6万人次的旅客量 旅监局会加派人手 巡查较多旅行团活动的地点 香港入境初估算 国庆假期期间 超过1000万人次经各口岸进出香港 其中85%经陆路口岸出入境 有旅游业界人士相信 今年的客流量较理想 在11个当日 南行的列车 就是由内地到香港的列车 过了深圳北站之后 通常就福田或者直达香港 这些班次 我看来有超过三分一 已经受庆 我们那个预订是比较好的 我们就已经大概预订 去到九成了 截至昨天下午4点 十一当天 香港西九龙往来北京上海的高铁 只剩少量余票 来往广州南深圳北的短途高铁线 余票充足 有立法会议员建议 增加长途线班次 高铁这种直达的长途班次 其实都相当受欢迎的 也都见到之前推出去北京上海 那个夜晚的动物 那个列车 其实都那个销售情况 以今天最新去看 其实很多好几班都已经买了 10月1号起 北京西上海虹桥 与香港西九龙间开行的 高铁动物列车将全面提至升级 新研制的复兴号智能动物列车 在京港护港间上线运行 北京西至香港西九龙的 动909、910次 升级为高897、898次 上海虹桥至香港西九龙的 动907、908次升级为高899、900次 提制升级后 旅行时间压缩 沿途停战优化 香港始发时间延后 设备设施更加完善 服务品质进一步提升 西发招致优势更加明显 同时 为满足旅客国庆假期出行需求 9月30号 加开香港西九龙至北京西的 高898次列车 10月1号、2号 京港护港间实行双向开行 后续安排在旅客出行需求 最为集中的 每周五、周六、周日、周一 双向开行 过港复兴号智能动物列车 已于昨天16时30分开始售票 10月1号起 铁路宁波站将首次开行 直通香港西九龙高铁动物列车 这趟高铁动物由上海虹桥 开往香港西九龙 沿护航、航深、广深港高铁运行 车次号为高899次 采取西发招致的形式 22点15分从宁波出发 次日7点20分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全程仅9小时05分钟 回程高900次 香港西九龙站20点05分发车 次日4点07分到达宁波站 全程8小时02分钟 昨天起该车子车票已通过12306开始发售 宁波到香港西九龙特等座票价646元 二等座票价537元 卧铺票价780元 如果选择卧铺车厢 相当于深夜在宁波上车睡一夜 一早就能到香港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大熊猫 安安和可可 今天凌晨启程前往香港 后续这两只大熊猫将定居海洋公园 成为香港特区迎来的第三对大熊猫 今天凌晨两点半 装着安安的铁笼 先由工作人员用起重车运出来 半夜突然见到这么多人 安安显得有点腼腆 见到笼内有竹叶 安安上车后一度伸出头再张望 工作人员之后将数块有气孔的铁板带上车 装在笼的周围 避免大熊猫受环境刺激 约8分钟后轮到可可上车 相对安安 可可似乎淡定一些 相对安安有大量竹叶放在笼中 可可旁边有不少苹果 一批工作人员沿途欢送 两只大熊猫分别乘坐两辆货车 出发前往成都双流机场 车程约两小时 当地专家表示 运输期间车速不能太快 以免大熊猫晕车 有工作人员称有一点伤感 会到香港探望它们 感觉有点像自己的女儿 然后要远嫁的那种感觉 很不舍 希望它们在香港 就是雄身顺遂 四川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 昨天为安安可可举行欢送会 专家表示 明年有机会让这对大熊猫尝试繁殖 相信有很大机会在香港开枝散叶 对 它这个年龄算是谈婚论嫁的 这个年龄断了 那么今年肯定是没有机会 但我个人觉得吧 明年是有机会 让他们试一试参加一下繁殖 它到香港的话 我觉得它们那个城管 它一般中间可以有一个交流窗口 比如说是一个网状的 是能够看到或者说闻到 这个彼此的气味的 那种是可以的 我就让他们交流 那让它熟悉彼此嘛 我觉得他们两个应该是会 有很好的感情发展 他们开枝散叶 应该是机会蛮大的 国家林草局表示 会派两名四川熊猫专家 护送安安可可到香港 全程监控运送大熊猫货舱的温度 维持在20到25摄氏度左右 我们会给它少量的 用一点真净的药机 让它安静下来 它的这个运输笼吧 它的内部面积 大概有将近1.5个平方米 应该是 它在里边是转身也好 翻也好 睡也好 包括它可以就是说 站立也好 都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 杨润雄表示 香港已准备就绪 一对新大熊猫敌港后 会入驻香港海洋公园 香港赛马会四川奇珍馆 第一部分加建扩建工程已完成 第二个阶段的翻新工作 年底前进行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大熊猫是国宝 也是四川的宝 四川近年来不断地发展大熊猫经济 省会成都去年接待2.8亿人次的游客 旅游文创收入达到3700亿元 来到四川 第一眼就见到大熊猫 不止机场 连马路都有它们的踪影 成都到处 就各种细节里面都会隐藏熊猫 就是它已经自然融入到这个城市了 所以我会觉得说 就整个的氛围还是比较舒服的 觉得很可爱 很贴心啊 买了一大堆 就打算去一下 那个熊猫的那个培育基地吧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有那个花花嘛 就是比较可爱 就是平时刷它的视频啊 这家火锅店暑假开始加入 大熊猫甜品和菜式西客 是有多了接近两层的客人过来 因为熊猫大家都喜欢 而且我们都江宴有一个那个熊猫基地 过来的外地客人也比较多 如果有这个熊猫的主题加持的话 效果是更好的 都江宴这间酒店以大熊猫为主题 大堂房间全部用上大熊猫做布置 负责人表示 受益于近年来几只明星大熊猫的出现 生意去年更是达到2020年至2022年的总和 今年上半年不少东南亚客人都是为熊猫而来 这几年现在这种明星熊猫的火 导致了这个就是克林对我们这边的青睐 还一直说那个花花当初火了过后 其实到现在它的热度也没有减 外宾很多喜欢熊猫的到中国来 到都江亚包括到成都 基本上都是冲着熊猫来的 所以说我们也去加大这个宣传和那边的堆积 所以整体的话在今年特别是增幅比较大 增幅至少是成倍的 目前酒店约有100间房 计划明年装修扩建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看东方正在直播 稍后为您带来 中央镜台预计 今天起到月底 一股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席卷我国大部 气温将下降8到12度 局地降温将超过16度 热带风暴海伦泥增强为飓风 预计当地时间今天将登陆美国 佛罗里达州进入紧急状态 中央气象台预计 今天起到月底 一股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席卷我国大部 气温将下降8到12度 局地降温将超过16度 中央气象台预计 受强冷空气影响 今天到10月1号 我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将下降6到8摄氏度 北方大部 西南地区东部 江汉和江南西部 降温10摄氏度以上 新疆东部 甘肃 内蒙古 宁夏 陕西北部 山西北部等地降温14到16摄氏度 局地降幅16摄氏度以上 降温过后 最低气温0摄氏度线 位于黑龙江北部 华北北部山区等地 27号到29号 新疆内蒙古和西北地区等地有沙尘 大家外出需做好防护 28号到30号 甘肃 陕西 四川 重庆 云南等地有较强降雨 局地发生山洪 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受强冷空气前风增温影响 未来几天 南方30摄氏度以上的范围 将先升后降 大城市中 未来三四天 武汉 长沙 重庆 仍有出现高温的可能 尤其是重庆 在高温短暂中断几天后 明天起到29号 又将可能遭遇高温四连击 不过 最高气温较前期 40摄氏度以上的酷热 还是有所差别 基本在35摄氏度到38摄氏度 9月30号 在降雨和降温的双重作用下 重庆的高温将被一扫而空 而10月1号当天 降雨停止后 重庆最高气温将断崖式 跌至21摄氏度左右 可以说相当清凉了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9月23号 海南城脉线降下大雨 导致福山镇花场村的道路漫水 村民家中被淹 村里的积水最深达到了将近一米 目前积水已经消退 当地正在对受灾情况 进行相关的清查 据气象部门消息 当天城脉等地遭遇特大暴雨 降水量超过250毫米 从村民提供的视频可以看到 在9月23号的降水过程当中 花场村许多村民家里的家具家电 都被水浸泡 目前村庄内部的积水 大部分都已经消退 入村口仍有积水 暴雨导致城脉的农业生产遭受损失 部分水稻被积水淹没 或出现倒浮情况 我们会派技术人员下去做好农业技术防虫 减少损失 对这些农业设施进行受灾情况的统计 我们尽快的保障农业设施尽快修复好 受到台风被逼加的影响 河南商丘前段时间出现了大暴雨 虽然降雨已经停止 但是由于永城市前期的最大降雨量 达到了390.7毫米 陀河永城段的水位明显上涨 截至到9月24日18点 陀河永城段张桥闸水位观测点的水位 达到了34.12米 超迅线水位3.82米 由于永城市上游渝城县下溢县的雨水 均经陀河向下游排红 加上永城市自身雨水需要排放 导致陀河永城段水位突然上涨 这次雨水不光我们永城降雨量大 而我们的上游下溢渝城县下游有萧县跟随西县 降雨量也是达到了500到600 所以说造成我们永城上街客水 下泻下不去 造成洪水上涨 在我们永城迟迟高水位进行 据统计 永城市有五个乡镇及街道 受到此次洪灾的影响 已转移人口4763人 其中集中安置转移386人 分散安置转移4377人 这一次的雨水影响 我们镇农天被延1500余亩 这个村庄年大致有三个村庄被延 我们现在后边这个村庄 就是我们汉庄村 涨黄庄 这个村庄称住人口是600多人 已经完成了安置任务 记者从永城市农业农尊局了解到 截至目前依然有6.5万亩丘梁被洪水浸泡 这个下一步我们积极阻止农业转家 沈入到天然地头 提挖地带的这个农户 做好可要指导 一是抓紧实现树洞骨区来阵营派水 二是这个阻止农业机械阵营 9月21号中午 一辆红色皮卡车在四川大义县涉水 结果这一家三口就被困在了曼水桥中央 这是9月21号中午12点左右 发生在大义县新厂镇 飞凤村7组的惊险一幕 这辆红色皮卡车被困在 新厂镇飞凤村7组曼水桥中央 曼水桥下方的落差形成了沸腾线 一旦车辆掉入十分危险 接到报警后 大义县王寺镇政府专职消防救援站的救援人员 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消防员驾设水上救援通道 据了解 车上被困的一家三口是外地人 趁着周末来到新厂镇露营休闲 由于对环境不熟悉 在涉水通过曼水桥时遭遇了河道涨水 驾驶员在驾驶车辆抵抗水流冲击时 不慎将车轮驶出桥面坠落河中 消防员利用绳索保护将被困的一家三口救出 消防提醒 河道上游会不定期放水 途经涉水路段一定要了解情况 小心驾驶 以防意外发生 雨天行车一定要减速慢行 特别是容易出现水滑现象的高速上 接下来我们来看两起 发生在江西的雨天行车事故 事故发生在全南高速吉安永新县境内 一辆白色小车途径雨水路段 因没有及时减速车身失控 司机慌乱之中直接猛踩刹车 失控的小车冲向护坡发生侧翻 索性司机刘先生没有受伤 综合现场勘察以及路面监控 民警依法认定刘先生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近日南韶高速新国县境内 也发生了一起雨天撞护栏的事故 视频中一辆黑色小车在快车道内 车头突然偏移 撞上右侧护栏后 车身旋转两圈半 又撞上左侧护栏停了下来 车辆损毁严重 但幸运的是 司机系了安全带没有受到伤害 事后民警通过查看车辆发现 小车轮胎磨损严重 这也导致雨天抓地力减弱 今天下大雨嘛 这个车子在正常的形势中 破烂时的它飘 就是方向打不过来 然后撞到复栏 看到这个龙台可能是因为龙台 有点比较模糊 比较颜色 以后上高速公路行驶 检查车况 正常的情况下 在上高速公路行驶 其实对于驾驶员来说 上路行驶最不愿意发生的 就是交通事故了 然而北京却有这样的一位驾驶员 五年多的时间里 发生了将近200场交通事故 而且这些事故都是对方权责 警方经过查证核实 她的真实目的是通过小额快赔程序 向保险公司索赔 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 她到底是怎么制造的这些事故 去年九月份的一天 王女士驾车从北京市海淀区 北四环中关村三号桥下 由辅路汇入主路 却没想到发生了交通事故 然后我是安就是调整车速道 再跟主路一样 然后慢慢地准备要汇入 这个时候后面就有一个车 它可能开的也比较快 我是已经在这个主路的线里面了 然后它就是已经并到了 我的大概左后侧 然后跟我控制了车速 然后突然之间 我就感觉就是车身一震 然后就让车特别快的速度 从我的左侧超到了我的 我的左前 然后沙停载到我的前面 那个时候就是我感觉 就是这个车 它明明已经控制到了 我的这个后面 然后开始突然加速 事故发生后 王女士立即停车报了警 交警过来之后 就是另外一个那个车 它是马上就掏出 它这个行车记录仪 然后行车记录仪 它就开始给交警看 就是说我是从那个汇入主路 然后影响到它正常行驶 王女士认为 虽然后车在环路主路行驶 拥有比辅路汇入车辆 优先的路权 但是后车司机明明可以减速 然而却主动加速 撞到它驾驶的车辆 故意制造了这起交通事故 交警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 简易程序认定 王女士有变更车道时 影响正常行驶的 机动车的过错行为 负事故全部责任 后车驾驶员无责 王女士的遭遇并非各例 在几天之后 与王女士发生交通事故的 深某某 驾驶另外一辆小型轿车 又在北京市区 发生了另外一起交通事故 多家保险公司在数据比对筛查之后发现 深某某在五年多的时间里 驾驶多辆小型轿车 在北京多地发生了190多起交通事故 这会是巧合吗 在接到多家保险公司的报警后 北京警方梳理线索发现 男子深某某平凡驾车 发生对方全责的交通事故 从多家保险公司领取理赔款 十分可疑 北京市公安局经侦总队 会同北京市交管局 随即开展全面调查取证工作 通过大量理赔证据和现场视频 警方查明 深某某经常选择在四环路 五环路等视野开阔道路 特别是辅路进主路的路段 发生事故 他先是与前车保持一段距离 在其他车辆超车并线时 要么不及时刹车 要么加速碰撞 造成事故 经警方查证核实 自2019年初至2024年7月 深某某在北京及环京地带 故意制造交通事故190余起 获利上百万元 要是单独看一个案件 从理赔上也好 或者从交通事故的认定书上来好 不会有其他的一些意义 但是通过整体来说 多次这个大面积的短时间 包括一天多次 这种情况 包括在这个同一条 这个主干路上 就能出现了三次到四次 它的主观已经很明显了 警方调查发现 深某某选择碰瓷的车辆 主要是二三十万元的 中端车型 制造的事故也大多为 定损几千元的寡蹭碰撞 因为对于这样的事故 对方车主大多不会太过较真 而通过保险公司的小额快赔程序 深某某也可以直接获得理赔 金额比较大的话 它可需要进行现场查看 或者说是车辆的具体看 查看 简易的这种的话 就依据图片 大家都很明显能看出来 哪受损了或怎么着 它不需要专门人员去做专门的鉴定 而且理赔金额没有特别大 我就直接就赔付了就可以了 报案民警介绍说为了不平凡去修车 深某某甚至还装上已经损坏的车灯 等老旧配件在事故中定损 或者以车磨损坏为由反复索赔 在多次碰撞损毁到一定程度后 再制造事故进行整体维修 目前深某某已被北京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起案件 重庆市梁平区公安局查获了一起 非法从事支付结算案件 抓获犯罪嫌疑人19人 刑事拘留12人 查控了涉案账户资金流水达到10个亿 今年3月梁平区公安局 在办理一项电信诈骗状案的时候 发现缅北回流的嫌疑人胡某 银行卡支付保障户里 存在大量的异常交易 警方顺藤摸瓜 发现从2023年9月开始 胡某在广西和吴某、王某等人 共收购了30多家空壳公司 然后利用这些公司的资质 搭建专门的网站 民警发现 犯罪团伙把充值卡回收平台公司 将回收的赌博平台充值卡变现 变现后将现金兑换虚拟币 结算给赌博平台 其中少量现金人民币 用于支付下分赌客和赌博平台代理 吴某等人在卡密变现的过程中 抽成资金盈利 现在调取了是1000多个银行 支付宝、微信等支付账户 调取了公司的资质有40多家 涉案的流水 现在达到300多万条 他们通过这种模式 盈利的话 差不多是在100多万 在摸清所有线索后 9月16日 良平警方组织人员到广西南宁 对犯罪团伙集中收网 抓获犯罪嫌疑人19人 刑事拘留12人 查扣试案电脑18台 手机57台 银行卡81张 U盾133个 试案账户资金流水达10亿元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近期 湖南长沙洞警派出所 接到辖区某银行的员工报警 说有一位老人 执意要转账20万元 疑似被诈骗 民警赶到现场的时候 这位老人 因为被拒绝办理转账业务 准备去下一家银行 为此 民警和银行的工作人员 一起对他进行了劝导 大家哄了十多分钟 老人终于乖乖地去了派出所 最终 老人在警方和家人的 共同劝导下意识到自己陷入了电诈骗局 民警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 此时银行员工正拖住72岁的吴女士 吴女士称她是要转账20万股亲戚 并非常着急准备离开现场 去下一家银行 面对警方 吴女士坚称是自己的亲戚 急需用钱 但提起这位亲戚 她甚至连手机号也无法提供 而在听到要去派出所配合调查 吴女士更是连连摆手 民警刘雨晗在劝导过程中了解到 吴女士还想补办身份证 立即表示自己可以协助办理这个业务 并且能优先 吴女士这才乖乖地跟随民警 回到长沙洞井派出所 她说她的身份证丢了 她要去补办身份证 但是她是住在别的区的 然后我就跟她说 我说我们所里面也可以补办身份证 然后我们就当即 先通知了她的儿子和儿媳妇 然后我们一起来对她 进行了一个这样子的反诈宣传 原来犯罪嫌疑人是冒充军人身份 通过QQ加上老人 称是老人原来的同学 并编造在部队遇到困难等 虚假情节需要借款 实施诈骗 经过民警吴女士的家人进一步劝导 老人终于醒悟 她存了多年的20万元 总算是保住了 成都交警部门近期严管严查 飙车炸街 酒驾醉驾 无证驾驶等交通违法行为 前几天有市民举报 在成都市双流区环港路附近 出现了摩托车炸街炫技行为 民警对此展开调查 这是市民提供给成都市交警 十二分局民警的一段视频 画面中白衣小伙儿 驾驶一辆黑色的摩托车 在城区的主干道上公然喧气 故意猛踩油门 制造轰鸣噪音 并多次进行危险的翘头操作 严重扰乱了社会正常秩序 现场摩托车轰鸣声和翘头表演 吸引了大量行人驻足观看 但同时也造成了 极大的安全隐患 了解到情况以后 民警将这辆摩托车的 驾驶员夏某 传唤至交警十二分局 进行处理 那么驾驶员对这个情况 已始于承认 那么我们就按照 大陆的一个交通违法行为 在驾驶的过程中 回来偷回 对他进行交通处罚 接下来处罚并没有结束 交警部门以撬头炫技 扰乱交通秩序的违法行为 将违法行为人夏某 移交给成都市公安局 双流区分局东升派出所 并处以治安拘留的处罚 摩托车作为一种 便捷的交通工具 在给人们生活 带来便利的同时 也因为其高速灵活的特性 成为了一些人 追求刺激和炫耀的工具 然而这种行为 不仅危及到自身的安全 更可能对周围行人和车辆构成威胁 2024年7月19日下午 文某某驾驶摩托车 沿成都市双流区 川大路二段非机动车 与行人共用通道行驶 当行驶至川大路二段 699号外路段时 与鸡飞道金属隔离栏端头 发生碰撞 导致文某某驾驶的摩托车 失控往左侧侧翻 驾驭其同向后方 左侧机动车道上 一辆公交车经过 公交车与处于侧翻过程中的摩托车 发生碰撞碾压 事故造成两车及隔离栏受损 文某某经义务人员确认当场死亡 这个悲剧的发生呢 更多的就是说 我们的车辆在行驶空中 不能够超速 一旦超速会得是随便倒 特别像我们的一些 无论者在行驶的过程中 随意的穿插 对吧 随意的便倒 那么势必就会引发 这个悲剧的发生 经交警部门调查分析 文某某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 也未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登记的两轮普通摩托车 在飞机动车与行人 共用通道内行驶时 未能确保安全 其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 所起的作用 及过错的严重程度 是造成事故的全部原因 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在骑行摩托车的过程中 首先不能超速 特别好安全头盔 难找规定的车道正常行驶 悲剧的发生 再次给广大摩托车驾驶员们 敲响了安全的警钟 交警部门表示 将加大对摩托车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 严惩那些无视交通法规 危及公共安全的行为 近日在四川眠竹的澄清路段 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车子侧翻 红色的防洞液发生泄漏 车辆的引擎盖冒起了白烟 驾驶员被困车内 紧急时刻 路过的退役军人贾程号冲了上去 视频中身着黑色上衣的就是贾程号 9月13号下午 记者来到贾程号所在的工作地点 贾程号出生于1994年 2017年12月从部队退役后 目前在明珠一家传媒公司 从事新媒体工作 回忆起当天救人的事 贾程号说 9月9日中午在完成拍摄任务后 贾程号与同伴行至 棉竹澄清路段时 突遇一级紧急交通事故 作为党员和退役军人的他 毫不犹豫地奔向事故现场 当时看到车祸还是比较严重 看车位还是没有人 然后这个路上车流量还是比较大 然后第一时间想到就是赶紧上去救人 事故现场 红色防冻液从车头不断流出 与车内冒着的黑烟交织在一起 更增添了几分紧迫感 当时去救他的时候 我就是观察周围 然后还有车辆 因为他车辆前头还是手伸比较严重 然后我就砍了个门 拉一下 因为是在拉下面拉开 我就想 这儿肯定是洗货 没点嘛 然后我就与他交流 我看他因为还是有点精神 肯定还是没收太大的这个伤 我就跑到路边上去找了块石头 这个时候我就开始砸床子 救他 随着敲击 挡风玻璃逐渐破碎 为避免车辆二次侧翻 他先是让车主从里面用脚将玻璃踢出一个破洞 然后再将碎玻璃轻轻踢开 但是在清理过程中 他的脚险些被玻璃扎刺伤 于是贾成浩果断脱掉上衣 用衣物包裹住双手 将剩余的碎玻璃彻底清除 车主终于安全地逃出 被困车辆 还未等车主表达感激之情 贾成浩便悄悄离开 前两天在江西九江的某个物流园内 一辆新能源车突然起火 并且迅速燃烧起来 现场浓烟滚滚 正在一旁装货的工作人员发现之后 迅速拿起灭火器消防栓处置 最终成功地将火扑灭 公共视频显示 停在仓库门前的一辆货拉拉小车 突然冒出白烟 车主发现后立即上前 打开驾驶门查看 可就在车门被打开的一瞬 大量浓烟冒出 并迅速燃起明火 工作人员见状 迅速将旁边的三辆车开走 在这个装货的时候 我的同事 包括我自己 在那 就闻到这个车子上面 有一股就是 特别浓的那种焦味 但是他们就叫 车站哪里有车都有焦味 但我反应过来说 我闻这边跑 一看了 一跑过来 但是那个车子 就冒很大的烟 我就无法靠近 我两个手机都全部烧掉了 但是我就问这个 副家的车子跑的时候 那个里面已经火 就已经起到了 由于火势太大 同事利用灭火器 并未完全扑灭 此时物流员的物业人员 也赶到现场 他们从二楼削火栓 接出一条水袋 站在二楼窗户 从上往下对着 找火车辆进行射水 经过十多分钟的处置 大伙被完全扑灭 最终在消防部门赶到之前 明火就被彻底扑灭 多亏了这些准消防员 近日 在济广高速宁都网瑞金方向 一辆货车在行驶途中起火了 大量浓烟从车内冒出 并伴有明火和爆炸声 消防部门赶到现场后 不断对车厢违顾降温 二十分钟后 打开车门清理货物 里面装满了大大小小的快递 据司机说 货车是从浙江宁波 开往广东东莞的 具体起火原因 还有待进一步调查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看东方 稍后为您带来 我们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 黎巴嫩真主党昨天宣布 使用弹道导弹 袭击了以色列特拉维夫 附近的摩萨德总部 以色列国防军则表示 拦截了从黎巴嫩 射向以色列中部地区的 地对地导弹 并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 发动了新一轮空袭 黎巴嫩真主党25号表示 向以色列摩萨德总部 发动导弹袭击 是对此前黎巴嫩多地 传呼机和对讲机爆炸 以及真主党高级指挥官 被杀事件做出的回应 真主党证实 该组织火箭弹和导弹部队指挥官 伊布拉辛·库拜西 在以色列24号 对贝鲁特的袭击中丧生 以色列媒体称 黎巴嫩真主党 向特拉维夫地区发射的导弹 被以防空系统拦截 目前暂无人员伤亡 或财产损失的报告 以色列国防军称 拦截了从黎巴嫩 射向以色列中部的 地对地导弹 并对黎巴嫩真主党 存放导弹和发射器的设施 发动了空袭 自冲突升级以来 黎巴嫩南部已有数十万平民 逃离家园 其中一些人越过边境 前往叙利亚 躲避以色列的轰炸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 黎巴嫩正处在边缘 不能让黎巴嫩成为另一个袈裟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当地时间25号 黎巴嫩真主党首次 向以色列经济中心 特拉维夫发射导弹 这让那里的民众深感不安 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后 以色列陷入两线作战 南部地区持续遭到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 哈马斯的袭击 北部与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摩擦 也在不断升级 25号 黎巴嫩真主党发射的一枚导弹 达到了特拉维夫一带 随后被防空系统拦截 这让不少特拉维夫民众 开始切身感受到 战争脚步在步步逼近 自去年10月 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 黎巴嫩真主党 持续在黎以边境 与以军交火 以侧应在加沙地带作战的哈马斯 随着以色列宣布 将军事重点转移至北部边境 以及黎巴嫩指认 以色列制造通信设备爆炸事件 黎以局势骤然升温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伊拉克外交部昨天发表声明说 伊拉克埃及约旦三国 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的侵略行径 与此同时 大批黎巴嫩民众继续撤离冲突地区 伊拉克外交部25号发表声明说 埃及、伊拉克和约旦三国外长 在第79届联合国大会 一般性辩论期间举行会议 讨论骤然升级的地区局势 对以色列近期 对黎巴嫩的侵略行径表示谴责 强调 防止局势失控的首摇任务 仍是阻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侵略 声明说 以色列近期的军事行动后果严重 正搅动中东地区走向全面战争 三国外长呼吁相关国家和联合国安理会 为降温止战发挥更大作用 据黎巴嫩官员称 已有数十万平民 离开黎巴嫩南部和东部的家园 已躲避冲突 很多人担忧离以爆发全面战争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 昨天发表讲话说 以色列军队近期对黎巴嫩的大规模空袭 并不会让黎巴嫩真主党屈服 以色列也无法在这场战争当中获胜 哈梅内伊在讲话当中 驳斥了美国所谓的 没有参与以色列大规模袭击 黎巴嫩计划的说法 哈梅内伊表示 为了接下来的美国大选 现任美国政府需要展示对以色列的支持 美国正是巴以冲突和离以冲突的幕后指示 美国希望在这些持续不断的地区冲突当中获利 昨天伊拉克民兵武装对戈兰高地以防目标 以及以南部发动了无人机袭击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发表声明 该组织昨天针对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 一处以防目标发动了无人机袭击 另据总台记者霍西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 当晚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南部城市 埃拉特附近地区 但该组织尚未就此发布声明 以色列国防军发布消息称 以军监测到两架无人机接近埃拉特 以军使用海军舰艇上的武器系统 拦截了其中一架无人机 另一架无人机掉落在埃拉特城内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表示 未被击落的无人机落入埃拉特的港口区域 造成两人轻伤 另有消息说 伤者中的一人是年龄为68岁的男性 埃拉特港口的部分仓库设施 也在袭击事件中受损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俄总统普京昨天主持召开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框架内的 核威慑问题常设会议 该会议每年举行两次 此次会议主要讨论 和遏制国家政策基础的更新 普京表示 俄罗斯以最高程度的责任感 对待核武器问题 将致力于避免核武器 及其相关构建的泛滥 三位一体的核力量 仍是俄罗斯安全的最重要保障 和保证全球平衡的工具 当前的政治军事形势快速变化 俄方应该关注这一事实 其中包括出现对俄罗斯及其盟友 造成军事威胁和风险的新源头 对俄方而言 重要的是使国家战略规划文件 适应现实变化 普京表示 在更新版俄罗斯核学说中 俄方已经增加了将对其采取核威慑措施的国家和军事同盟的类别 在有核国家的参与或者支持下 无核国家针对俄罗斯的侵略将被视为这两者的联合攻击 在俄方获取有关开始对俄进行空天攻击的确切信息后 俄方将以核武器进行回应 另外 当常规武器对俄罗斯主权造成严重威胁时 这也将是俄方做出核回应的理由 普京还表示 当白俄罗斯作为俄白联盟成员遭到入侵时 俄方保留使用核武器的权利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据美国知情官员消息 美国计划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访问美国期间 宣布向乌克兰提供价值超过8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消息说 拜登政府一直在与国会进行紧急讨论 以允许国会在9月30号联邦财政年度结束之前 动用56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资金 乌克兰军队上月对俄罗斯库尔斯克州发起大规模进攻 俄乌双方在库尔斯克和其他战线的交火 演下未见缓和迹象 据统计 自乌克兰危机2022年2月升级以来 加上最新一批军员 美国已向乌克兰提供超过562亿美元军事援助 原武武器的先进程度破坏力逐步提升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国家飓风研究中心昨天表示 热带风暴海伦尼当天早上增强为一级飓风 正在朝着佛罗里达州进发 预计将于当地时间今天 在该州的大本德地区海岸登陆 美国国家飓风研究中心 已经向古巴西部大开曼岛等地 发布了热带风暴预警 墨西哥的坎昆 玛雅海岸和 图鲁木等度假圣地 眼下已处于警戒状态 根据美国国家飓风研究中心 预测的路径 海伦尼在坎昆附近增强 但不会登陆 在靠近墨西哥湾的佛罗里达半岛 西岸海港城市坦帕 海面依旧风平浪静 但天空中密布的乌云 预示着风暴即将到来 美国气象部门表示 这场热带风暴 可能以大型飓风的形式 登陆佛罗里达州 风速将达到每小时185公里 佛州州长德桑蒂斯 已宣布该州61个县 进入紧急状态 至少有3000名 佛罗里达州国民警卫队成员 已做好准备 协助应对风暴 美国总统拜登 也以下令提供联邦援助 以应对海伦尼 对佛罗里达州造成的影响 受热带风暴海伦尼的影响 古巴西部下起大雨 当地民众忙着在风暴到来前 加固木桥 目前美国国家 飓风研究中心 一向古巴西部 大开曼岛和墨西哥东部 尤卡坦半岛发布了热带风暴预警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上月底澳大利亚南部遭遇风暴袭击 一个农庄的监控镜头 恰好拍摄到了龙卷风正面吹袭的情景 前两天农庄的主人将这段视频公布了出来 这个农庄在上月底遭受风暴吹袭 农庄主人最近翻看监控视频 见到大批袋鼠在漏斗云逼近下逃生 才知道出现了龙卷风 整个过程历时30秒 澳大利亚的龙卷风通常只持续几秒 没有美国的龙卷风那么持久 而且一般出现在人烟稀少的地区 因此很少能拍摄到龙卷风吹袭的场景 这个农庄在风暴中损毁严重 农庄主人形容仓库的卷门 好像被人爆破过一样 户外的桌椅全部被卷走 一些百年老树树叶和树枝全被吹走 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 幸好当时农庄内没有人也没有牲畜 否则肯定凶多吉少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好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56分 下面让我们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中央气象台预计 今天到10月1号 强冷空气将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 其中今明两天主要影响新疆 28号起快速东移南下影响中东部地区 此次冷空气将带来大范围的大风 强降温和降水天气 局地降温10到12度 今年首都机场旅客吞吐量突破5000万人次 将去年同比增加30%以上 国际旅客已突破1000万人次 同比增幅超过100% 首都机场近期增加东京雨田 泰国曼谷等航线 在即将到来的东春季航季中 欧洲航线将恢复到疫情前80%以上的水平 铁路12306手机APP和网站推出同车接续功能 在查询车票后点击中转标签 系统在提供不同车次换乘方案的基础上 可将能组合的同一列车 不同区段的两段同席别或不同席别的剩余车票 组合形成该车次的同车接续方案 供旅客选择 10月1号起北京西上海虹桥与香港西九龙间 开行的高铁动物列车将全面提制升级 旅行时间压缩 沿途停战优化 香港始发时间延后 设备设施更加完善 服务品质进一步提升 吸发招致优势更加明显 香港入境处预计 本周六起至10月7号将有约1000万人次出入境 高峰期为10月1号 预计约52.3万人次出境 入境将达63.2万人次 最繁忙口岸分别是罗湖 洛马州支县及深圳湾 亚洲开发银行发布 2024年亚洲发展展望9月版 2024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预测为5.0% 2025年预计增长为4.9% 其中对中国2024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为4.8% 2025年经济增长预期为4.5% 亚洲发展中经济体核心通胀缓和制疫情潜水平 好了各位 以上就是今天的看东方给大家带来的新闻早餐 感谢你的收看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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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